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岁的我 开始学着写歌 17岁的我 尝试更多挑战 今天 我18岁 我已成年 勇敢担当 其实18岁就是成年了嘛 对于自己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希望在18岁的之后呢 其实是一个新的起点嘛 也要继续努力这样 这几天其实都是在感冒的状态 就是在军训里边感冒了 冻感冒了 因为山里边太浓 那你是不是在九个月份呢 肯定就是处女座了 这处女座一直被黑 你觉得处女座有什么草点吗 处女座就是要求完美 需要做到的东西也是一定要做到的 强迫症 强迫症你发生什么情况 强迫症一般就是 可能来的时候就看见什么东西不整齐就把它摆整齐的 还有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处女座还有什么 我这样伤疤 给你放妆 让你走 要为怕 要爱情 为你走 对 我应该是没有唱过《愿意歌》 第一次唱《愿意歌》 其实听了就是听过很多遍了 所以说就是你没有特意的去学 主要就是听多了之后就是轰出来就这样一个感觉 因为梁老师他是他会粤语嘛 所以说他也有指导一些 唱一遍 然后他觉得哪些就是可能需要纠正一下 他就跟我提一下 对 因为这海过天空传递的也是那种 对 也是那种精神 就是 就是对自己向往的东西的一种冲击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挺适合18岁来给大家演唱这首歌 也代表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如果张眼便是新年轻 你希望自己在做什么 那现在再回头看自己出道的那些小视觉 或者那些那时候的黑意识能接受吗 能能就是挺搞笑的觉得 就是一个平常的心态的看 但是就是可能人多的时候看会觉得有一点不自在 你是有那种比偶像包袱的人吗 有完全没有 有一点 有一点 对也不是完全没有 我就比较怕尴尬 就是对 军训的感觉怎么样 军训其实还是跟以前一个样 就是好的东西都是按时间部队规定来的 就是你该做什么就该做什么 是刚刚参加了军训吗 对 没有有黑很多 因为有化妆嘛 其实有黑一点 对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那个军训 就是跟大家一块的军训是完全可以获得住的 那现在军体权啊军资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吗 军资没问题 军体权呢 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问题 记不住记不住 因为你不是低血糖吗 比如会不会比如体力消耗太大 其实低血糖呢还好 就是军训的时候 就是练久了之后会会显得腰疼 就是特别是后半几天的时候腰就特别疼 祝师兄十八岁生日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力 实现更多更大的表演 祝小凯师兄生日快乐 一年比一年更好 祝俊凯师兄生日快乐 未来一定还有很多精彩的事情等着你 希望你一切顺利 你以前都是老师啊 或者是诗歌是这种叫的 现在发现已经有人在可以 开始叫诗歌的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 就是 也是很开心嘛 就是 当然也就是 也是还要一种 就是谦虚的心态 就是像 就是很多人学习这样 对 我觉得就是坚持吧 坚持就是胜利 对吧 就是 名言 那就少看你的十八岁生日愿望是什么 嗯 希望大家不要再来问我十八岁想干什么 十八岁可不可以什么时候录个腹肌啊 对 能不能稍微open一点点 对对对 可以 吧 会不会听子剑哥哥的话真的早点谈恋爱 嗯 嗯 不知道 就是住集体宿舍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的 还没有住到宿舍里边 十八岁了你未婚我也未嫁可以娶我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到那个结婚的年龄 他是单身 但是我想知道你下回可不可以嫁呢 我也未婚也单身 可以 平常在工作还有学习生活上那么时间那么紧 但是他还是平衡过来的是怎么就是调整的这些 就是工作的时候工作学习的时候学习就好了 工作也是事先都对好的 所以说就是肯定是先把工作做好了再去跟朋友们一块玩嘛 想他去香港因为因为香港的粉丝们买票的话实在太不方便 太遥远了就是希望再多努力一下对才能去那么遥远的地方 214高农少年团录制完了之后他还记得他对一个小女孩吧 说乔巴你能的 是啊 我本罪在这儿 会不会受到太多干扰 其实是有一些困扰的 对还是希望安安静静的在学校里边 特别他最近最喜欢用的表情包是哪个 那个民国的表情包 我希望他在宁夏 我会带他吃饱都好吃的 有机会的话会去的 他什么时候可以和他的偶像赵杰伦合作一曲 我也很希望 心动一下 然后他后边他跳舞的时候 看后边有一个马虎史BOS的灯法 他笑了是被这个笑的吗 什么呀 马虎史 BOS 他们三个人都助理的 BOS 在大学的生活和他想象的就是是否比较相似吧 想象的还没开始大学生活呢 今天晚上可以发一发自拍吗 就是看心情 嗯 知道他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是什么 就是侧重于学习吧 上课什么的 想让王军开早日长到一米八 还没有量 应该还没到我觉得 就是大家都想知道嘛 所以说也是趁这个机会 爱奇艺越想品质